在江苏延城市大峰区 当地积极发展手工经济 庭院经济 既解决了企业用功不足的问题 又助力老年人老有所为 延城市大峰区刘庄镇 是玩具生产特色乡镇 发展手工经济得天独厚 在71岁的农户变酒富家 村干部刚刚送来了 要加工的材料 这些材料是手工制品的装饰配件 制作简单 每个能有一脚五分钱的收入 变酒富夫妻两人两天 就能制作2000多个 据统计在延城大峰区 60到75岁农村老人 有10.8万人 随着土地流转规模化经营的推进 一些身体健康的老人 希望能够在家门口再就业 大峰区因地制宜 发展手工经济 庭院经济 帮助近7万老人 实现在家门口再就业 人均增收1199.3元